大家好,我是亚超 而我叫曾潇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圣经里灭族 我们怎么样来理解 我想谈谈我对他讲的这些东西的看法 顺便也讲一下我读 九月圣经之后的感受 很多人怀疑基督教的神 是公义和慈爱的神 为什么因为旧约里头 记载了有灭族的事 杀小孩子的事 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 先指出一下他说的具体 在圣经里面是哪些事 因为也许你不是基督徒 你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这样我希望你能先自己看一下 这些圣经 首先产生一些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不要先不要听我们说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 我希望你看的章节是如下的 OK,我得稍微移动一下相机 不然的话不能显示整个白板 但是这些这个比较重要 他也会引用 当然这后面肯定还有 我只就是说 我就是举一些例子 基本上来说呢 这两块是在 以色列人进入 现在以色列怎么说 这个应许之地 以前灭了图中几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是神对于他们给他们的指示 为就是要他们去灭加拿地的这些民族 然后而且很清楚说了 一个不胜 然后这块是实际以色列人政府那些 当就是也是差不多现在以色列那块地方 当然我觉得最好是你实际去读一下 看看这些这些经文和他们上下文 因为其实上下文也很多 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以色列人去进行杀了这么多人 然后最后有的时候是有父母的 父母发生 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因此他就对神非常的仇恨 非常讨厌基督教 我其实不知道 恨一个在我看外不存在的东西 有什么意义 比如说实话 比起恨我更觉得说 有点害怕基督教 理由我一会会说 这种心理是非常合理的 是可以理解的 旧约圣经的确有神下令 要以色列灭族的这些指示 在生命记里边讲 耶和华你神 灭族的命令的确是事实 但是它是有原因的 它是有真罪性的 我们刚才从圣经里头看见 他又讲了五次不可 又两次的因为 所以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们不把它搞清楚 我们就误解了断章取义了 比方说有一个父亲 他疼爱的孩子得了癌症 明医告诉他说 要这样去做 首先要把肿瘤切除 这我想说的是首先 这没有说是说实验验证能疗法 而是明医说 所以是信任这种 这种说服人的方法 人呢都是犯错 所以为什么我们先问问 问问问告诉你 怎么证明它是错的 所以如果我们怀疑 我们可以去自己去证据 尤其是像计算机的话就非常容易 直接把人代码下一圈 然后跑一下就好 肿瘤切除之后 就会有留下很大的疤痕 第二要经过化疗 化疗以后头发要掉光 好的坏的细胞 都要一起的被杀死 而且呢要放疗 照射放疗的地方 好的细胞也会被烧坏 他就讲我要把它带到死亡的边界 然后再把它带回来 治疗后的结果呢 就是肿瘤被切除了 扩散的癌细胞一并被消灭 尽进 有些好的组织 好的细胞也被消灭 而且它是要受一连串的痛苦 这一整片的议问呢 以及之后很多的议问 都是说在用癌症比喻 异教的行为 所以如果你信一个异教的话 恭喜你 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想说什么呢 因为异教对你们有害 所以如果你们信一个异教会比死 有死还遭到后果 而且异教是会传播 所以他们像癌细胞一样 所以我们要像治疗癌症一样 不是精准的分好坏细胞一样灭绝那些民族 因为我们治疗癌的时候 但这里是有几个问题的 这个比喻 因为人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东西 人有思考的能力 它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然你和基督徒打架了 答案很多之后 可能很难相信这个事情 但是很多人都是 人往往是可以改变自己想法 就算基督徒也可以在某一定程度上 改变自己的想法的 但是癌症不同的地方 说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切除癌细胞 而且只要是很小一部分癌症一定就会复发 而且多切一点 没有那么致命的后果 我们还是可以 所以我们宁愿多切而不是少切 然后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分辨一个人 宗教信仰他是不是信这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懂事 一个小孩他到底懂不懂那些道理 而我们这块说多切一点少切一点 是实际的人命 种族灭绝他不仅仅是一个屠杀 而且是说你在消灭一只种族的时候 你消灭不仅仅是这么多人 而且还是他们 而且不仅仅是他们的宗教 还有他们的文明 他们的知识 他们这些科学技术和传统 还有他们的基因多样性 但是很显然 对于基督徒来说 消除异教比这些都是重要的 什么文化呀这些 哎呀我们只要有圣经就够了 这种感觉 不治疗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就是癌细胞会越长越多 肿瘤会越长越大 所以呢好的细胞 所赖以生存的养分 就完全被剥夺 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到时候好的细胞和坏的细胞 都要一并灭亡 这里说的是癌症的不治疗的结果 但是因为你觉得癌症有些地方像医教 不能证明他们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就好像说苹果和橙子都是水果 苹果是红的 所以橙子也是红的一样 而历史告诉我们结果并非如此 而且恰恰相反 当欧洲陷入黑暗的时候 是阿拉伯世界学者保存了古希拉那些手稿 他们发明了代数这种 现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 你能相信吗 古希拉那些人证什么毕达哥马斯定理的时候 他们是用几何证的 他们没有算数这种东西 等等等等 然后这些东西传回欧洲 然后才有什么文艺复兴啊 什么的那些东西 一个很有趣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X表示未知数 就和这个有关 我给你链接一个视频放在这儿 作为一个慈爱的父亲 他该怎么办呢 他要救自己的孩子 就必定要忍痛 让儿子接受治疗 接受痛苦 若不忍 要孩子受苦 就不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这又有一个不恰当比喻 我们的父亲呢 是人 人的知识有限 而圣经中所描述的神是全知全能的 全知全能是神命令他选民进行种族秘诀 等于说什么呢 不存在比种族秘诀更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他已经知道所有的解决办法 而且他还选了这个 那说明 对吧 但是 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人类 不忍 要孩子受苦的时候 选择的是什么呢 发展医学 我们去找更好的办法 明白了吗 因为家人人常常在拜偶像的时候 把他们的孩子拿来烧了献祭 为了贿赂偶像 就非常的残忍 把自己的孩子烧了 除了亚伯拉罕之外 确实一生为来没有什么献祭儿女的事 但是这是因为他们因为宗教杀人的时候 不是杀儿女就亡了 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 而且还没有吃完饭 而且不想吃饭了的话 可以看一下如下章节 谢谢 所以神为什么要下令灭了加南七族呢 因为他们的道德败坏 他们的宗教淫荡 甚至他们残忍到 把自己的儿女都来献祭 如果加南七族与以色列人共处的话 就会危害到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的存在 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国 把神的救恩宣扬给万民 你知道宗教为什么要除灭异教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可以站得住 没有一个可以说服彼此 所以他们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就只剩下杀人了 而科学下来相反 我们是为了不让它传出去 有的时候要杀人 就好像我有一个机密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别人用别人制狼 然后他就可以用这个 我不想让人知道 其实神已经等候了四百年 才下令灭族 早在他与以色列的祖宗 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就提到 要以色列人在埃及要住四百年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 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所以神等了四百年 要迦南人悔改 他们却没有 因此神不得已就下令灭族 我觉得这好像说我觉得你有错 但是我不告诉你 我等等你看 改不改 等了四百年半 我怎么知道你要我改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哪错了 而且什么叫不得已 圣经上说不得已了吗 是不是神看到一些人不顺眼就会灭族呢 不是的 在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说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 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 他们若你和睦的话 回答你 给你开了城 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 服侍你 若不肯与你和好 反而与你打仗 你就要为困纳城 意思就是说当他们遇到其他的人 要发生战争的时候 要这样的做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对迦南灭族的命令 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神只对那些不可救药的人 才命令灭族 和和本在这儿曲解了圣经原文 如果你还不知道和和本前面很多 如何对待奴仆 实际都是奴隶的意思 以色列人是奴隶制的民族 在那个时代 不说现代语层脸 现代语层脸 这里实际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这些人要么投降做奴隶 要么死 所以 自己想吧 我之前之所以发现这件事 是因为前面显了 如果你打死你自己的奴仆 只要不是当场死的 就可以没有后果的经文 然后就 这不是仆人吧 这不是仆人的意思 不像那种 你有个丫鬟啊什么的那种 这丫鬟什么还得给点钱吧 稍微有点人权 然后尝个NIV什么的其他版本的圣经 日本的圣经也是 都是这样 所以神为了要保护以色列国 他不得不下令灭族 如果神不审判邪恶的话 他就不是公义的神了 那么有人就一定会抗议了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神连无辜的小孩也不放过 那这个问题就好像问 在化疗的时候 为什么连好的细胞也不放过 是一样的 其实在那个年代 种族跟种族基因的战争 战败国连老代少 是全部都要被歼灭的 这个是惯例 那他们做 所以你可以做 那不懂于说 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一些 其他野养种族 没有什么道德层次上的差别了 是吗 我们试着想 若这些孩子让他们存活 当他们长大之后 他们难道不要报仇吗 所以放过他们 其实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可是从神的角度来 这些孩子其实对他们是好事 因为神不是看我们的今生 而是看我们的永恒 当以色列的王大卫放了奸淫杀人后 神管教他 让他的儿子夭折 在这个孩子没有夭折之前 大卫在那边痛哭流泣 求神赦免 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活 结果这个孩子还是死了 等孩子死以后 他反而轻松了 人家问他为什么 圣经这样讲 大卫说 孩子还活着 我尽时哭泣 因为我想 或者耶和华连续我 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孩子死了 我何必尽时 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这边讲说 我必往他那里去 我们都知道 大卫是熟神的人 他现在是与神同在 他知道他的孩子 去的地方 就是他以后要去的地方 所以他就安心了 所以其实这些 无辜的孩子们 是属于神的 是与神同在的 很多人也用洪水的时候 所有的人 除了挪亚 一家八口以外 全部都死亡了 其实这个是同样的理由 挪亚方舟这个事情 我们应从很多角度讨摩过 不过这个视频 说了一下 这个挪亚方舟 这个故事来源 和我一会儿要谈到问题 有点关系 所以我建议你看 所以灭族这件事 是神在以色列 我刚成立的时候 是一个历史上 必要的手段 所以请你不要 以21世纪的 斯维雷衡量这件事情 而灭族的事 到了新约的时候 就从来再 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这是什么呢 因为新约的时间跨度 在100年左右 仅仅包含了 按照时间顺序 使得绑络了 生平和他的书信 括弧不胜历史 回括弧 后人进入下 耶稣基督的生平 括弧也许有一部分 胜历史 回括弧 和起身路 括弧不胜历史 回括弧 这三部分 这位说一句 伺福音书站的 比重不是很大 而不像旧约是有非常巨大的时间跨度整个民族的历史 但是 如果你纵观新约时代之后的教会人历史的话 所以不要因为一个历史上的事件 妨害你得到应当得的救恩 标榜经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我们刚刚提到 一个爱儿子的父亲 看着儿子得了病 所以他就必须忍痛 使他的儿子经过的痛苦 神也是一样 为了要保护以色列国能够宣扬他的福音 他就必须惩罚罪恶 然后原视频就到这 我想总的谈一下 我读过半本圣经旧约到现在的感受 我读的这个 你可以看我的频道 有那些视频 但是都不是很有趣 所以如果你要查证的话 可以看一看 没有必要全都看 我觉得以色列人 我相信以色列人按照他们自己形象 创造他们的神 就好像我们的皇帝是神的化身一样 摩西和约书亚借着神的名义 颁崩律法 处决政敌 他从战争 奠定了犹太教基础 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神 只有他们那么一点知识 也只有他们达到水准 反映他们想做的事情 这我们可以看出 比如说摩西颁崩律法的时候 他没有考虑到西罗菲哈的女儿们 自己检索一下 他没有考虑到后来 西罗菲哈的女儿 跟他们提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 啊 原来不死 那再加上 为了再加上一段 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 比如说他们对于孟仪的看法 他们觉得孟仪是让人不洁心的 就是非常 就是只反映了 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 知识水平 我想说 而且反映他们想做的事情 就是说 所以你说为什么战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刚才看过 不是这一堆 因为一开始那一堆里面 有的就是说 对于战俘的处理 女的战俘 你可以去 就这样 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修 然后还有很多 那个时代 就是对待 确实真的是对待女性 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时代 就觉得很多地方 真的是自然矛盾 可以不可以和外族通婚 这个问题上 就是 但是我觉得神 就是他们的神存 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 就是说 所以他们可以发动战争 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宁愿相信人 是有一定的 这个对于残忍的容忍度 他们 你很难让人 就是平白无故 去拿起武器 去屠杀那么多 手无寸铁的人 说杀一两个人 也许还可以 就是说 我们确实有杀人的 可以杀人天性 不然的话 我们确实有那么一点 但是 如果你要杀那么多人 你必须有这么一个思想 有这么一个信仰在背后 就觉得什么呢 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正义的 这些清卫 他们要清卫土地 是神给他们的 他们一所应当得到的 其他种族呢 是邪恶的 他们被灭绝 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不仅如此 这些神的吩咐 如果你不做 不仅你 你的家族 都要受到残忍的处法 这个圣经中是有的 请看这边 我忘了是哪个 然后他们才肯下两条手 屠杀 守屋寸田的那些平民 而当以僧类 平和进入世事之爱之后 人很快就放掉神 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发动残忍的战争 但是我觉得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现代基督徒 万个保持自己的信仰 这些东西就是从很不幸的 从旧约继承下来的嘛 已经没有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他们不惜连种族灭绝这样残忍的事情 都能找出借口说 你不杀那个孩子 他长大以后报酬怎么办 这种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令人发指的自私的行为 就让你可以相信永生 你愿意眼亮眼不看来不听去说服自己 也说那些人所造成是正义的 他们邪恶的 因为圣经这么说的 因为他们必须死 因为圣经这么说的 不仅如此 你还要说这是神的慈爱 神爱他们 所以他们都得死 我觉得虽然许多现实基督徒都是基本忙于自己的事情 每天工作这些东西 只是偶尔寻求一些精神的安慰聚在一起 然后所以加入教会 他们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多想 但是什么呢 如果被别人用心的人利用了 或者说利用这整个一个宗教系统 他们可以 我觉得他们有这种潜能去被用作 用来做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做了这么一个视频 我曾经觉得基督徒是一群很和善的人 我现在也这么觉得 文文国内加拿大还是日本教会 其实对我都挺好的 但是他们可以容忍如此奇葩的逻辑这件事 因为我不是光跟一个人确认过 我也跟不少人确认过 他们都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正义的 我觉得他们可以容忍这样奇葩的逻辑这件事 让我不都不再思考一下 就是说应该怎么看待基督徒在社会中产生的作用 就是说基督教对他们的思考方式 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希望这个视频里面说多少提到那些 你没有之前读圣经或者你没有读过圣经 然后你去看看这些对于你产生的一些影响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读过圣经的话 可能这些就让你觉得圣经太邪恶 圣经一点好东西也有一些好的东西 这个你就去问 找一个基督徒 看看他们觉得圣经里面有哪些好的 听听他们的 我非常建议你去听听 我想说什么 就是说基督徒确实有的时候让人觉得 让人不开心 就是他们摆出一个我知道所有的答案 我知道这本书里面 这一本圣经里面有所有的答案 我知道生命的意义这些东西 然后你们都像孩子都像迷失的羔羊一样 确实让人有点不开心 但是我觉得恨他们反而让人影响你理性讨论问题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非常在乎的话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 多读多看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互相网挺发达的时代 基本上 所以其实有很多像你一样想法的人 他们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做成了视频 他们已经发到YouTube或者这类的网站上了 多看看他们的都是怎么想的 然后研究一下港方问题 这样你在和别人讨论的时候 你不会说就是像重新造文字一样 一点一点把这个变文才造上去 然后最后得冲的节目和别人已经讨论过的节目是一样的 所以就这样 拜拜 拜拜